我並不以為武啦 沒有所謂的道不道歉啦 老婆們比較辛苦啦 在這裡祝福他們 更多的寬容跟包容 我心裡面唯一難過的是 就是都是我非常親近的朋友 然後我就這樣硬扛下來 心裡面是難受的啦 憲哥永遠站在這個地方 中流砥柱 如果我也垮了的話 那台灣藝農界沒有人了 對不對 我的高道德標準 不是他們這些爛動新農業 等一下 講自己不用罵別人 憲哥你接受比較重要的道歉 欸 我並不以為武啦 所以就也沒有所謂的道不道歉 那沒有大聲的道歉 嗯 提告是律師的事 不是我的事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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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如果能夠因為訴訟 然後有所得的話 我就全部會拿來做公益 這個 老婆們比較幸福啦 嗯 在這裡祝福他們 更多的寬容 嗯 跟包容 嗯 因為我們身為晚輩 寬容 也是 寬容 寬容 不遍平衡 對 然後就是希望每一個人 然後每個事件都可以圓滿 我心裡面唯一難過的是 就是都是我非常親近的朋友 對 怎麼 我需要用幾十年的時間 才知道我在你們的心裡面是被誤解的嘛 然後我從來沒有解釋 然後我就這樣硬躺下來 他們都不是我的錯 跟你們相處那麼久的時間 然後人家都來曲解 對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就這樣了 好不好 心裡面是難受的啦 응 你看 真是的 耶